加拿大女孩来中国寻亲,她被加拿大养父母养大,离开了中国24年,最终她能够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吗? 镜头中的女孩叫梁娇娇,长着一副中国面孔,目前正在香港城市大学上学,她说着一口流利的英文,却一口中文都说不出来,她来中国的目的,竟是为了寻亲。 她是从一岁的时候被加拿大养父母从湖南长沙的福利院带往加拿大抚养的,在这24年里,她被养得自信漂亮又善良,虽然她在加拿大过得很开心,但是她从小就知道自己不是加拿大人,因为周围的人都是白皮肤黄头发,自己是黑头发,黄皮肤,自己是如此与众不同,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自己的身世也越来越好奇,这也是她心中的一个心结。 她曾经询问过自己加拿大的养父母关于自己的过去,养父母也非常尊重她,对她毫无保留地诉说了她的过去,她在心里幻想过自己亲生父母的模样,幻想着自己幼年时期生活的环境。 她认为自己的亲生父母也一定在找自己,她善良地认为亲生父母有自己的理由才把自己弃养的,为了能找到他们,这才有了开头她去香港上学的打算。 而这个打算也是她的加拿大养父母非常支持的,她不懂中文,所以独自前往长沙是非常不现实的,但是,在2014年12月11日,她在朋友周恩泽的帮助之下来到了长沙开启了寻亲之路。 然而,从她被遗弃直到今日,茫茫人海之中,她早已不是幼年的容貌,而且她那时才一岁,又没有那时记忆,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去寻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呢? 当时在她手上唯一的线索就是养父母给她的一份孤儿情况表,上面记录了梁娇娇的名字、年龄、入院时间和领养地址。 上面详细写着她是在1990年10月13日由西区通泰街派出所送至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 于是,等他们到了长沙,第一件事就是奔着福利院和派出所去了。 据周恩泽所说,福利院并没有提供非常有效的资料给我们,去了相关的警察局了解信息,收获也不大。 线索至此就断了,来到长沙两天,没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他们一下子陷入了迷茫。 正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梁娇娇电脑里的一份中文文件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这个纸条是跟随着梁娇娇从中国一路来到加拿大人的,她被翻拍下来存在电脑里。 对于这张纸条,梁娇娇从小就对她充满好奇,她认为上面的内容一定和她的身世有关。 但是那是她在加拿大,没有一个人能看懂上面的内容。 所以一直等了24年,直到她来到了香港城市大学,她才把上面的内容破译了。 当她终于知道上面的内容是什么的时候,她激动万分, 那张纸条上面由中文一条一条详细列出了她的生活习惯, 从吃饭到睡觉,可见记载者的用心以及观察入微。 梁娇娇吃饭的时候吃饱了不想再吃的时候就摇头摇手, 睡觉的时候必须给她含一条小毛巾,不然就会大哭不止。 根据这张纸条,可见梁娇娇幼年是个可爱机灵的孩子。 这张小纸条成了一个突破口,但是这张纸条到底是谁写的呢? 从字里行间的细致程度来看,也只有亲生父母会如此吧。 在字条的右下方写着中国亲人,唐义中全家。 一看到亲人二字,大家都来了精神。 这个叫唐义中的人难道就是梁娇娇的亲生父母吗? 可是梁娇娇却说,不是的,这个唐义中是他被领养去加拿大前的寄养家庭, 在他一岁的时候曾经在唐家住过两个月。 而他这次来长沙也正想要见一见他们。 他认为,他们可能知道自己亲生父母在哪里, 但是纸条上只有一个名字,该怎么去找呢? 周恩泽的舅舅周永光在大家又一次陷入了困境的时候, 发现了重要的信息。 他发现,这张纸的上方印着长沙汽车电气厂寄工学校叫案纸。 他们通过这张纸条找到了学校的退休办, 通过退休办找到了唐义中的电话号码, 巧的是唐义中电话没有换,住址也没变, 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找到了唐义中一家。 梁娇娇一直对这一家人充满感激, 也期盼与他们相见。 所以听到找到唐义中以后, 他一刻不停地就往他家赶。 时隔24年,梁娇娇与自己的寄养家庭再次见面了。 他们总共就相处了两个月, 多年未见, 也不知道他们还记不记得自己, 而且这样贸然登门会不会有些不妥。 所以他心中对此还是非常忐忑的。 其实,他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唐家人一见到梁娇娇, 唐义中的妻子便一把将他搂住, 贴着他的脸, 没有一点陌生感。 梁娇娇用别角的中文向他们道谢, 他们之间相识一笑。 虽然他们只待了梁娇娇两个月, 并且跨越24年, 唐义中的妻子与梁娇娇没有任何隔阂, 反而更像是和亲生女儿的久别重逢, 他们从来没有忘记梁娇娇, 他们还保留了梁娇娇小时候的照片, 这让梁娇娇感到非常震惊, 只是两个月的相处, 竟让他们将自己幼年照片保留24年, 让他们思念了自己24年, 这让梁娇娇感动得潸然泪下。 他们相隔7723公里的距离, 但是他们的心靠得却如此之近。 跟唐义中夫妇相逢以后, 梁娇娇很高兴并且也非常期待, 毕竟唐义中是自己的养父母, 所以他觉得他们应该会知道自己亲生父母的消息吧。 但是经过询问才知道, 当时是福利院将快一岁的梁娇娇寄养在他们家的, 两个月后,梁娇娇就被来自加拿大的夫妇给领养走了, 从始至终, 他们都没有见到梁娇娇的亲生父母。 线索从这里就中断了, 寻亲之路一拨三折, 难道从这里就要开始中断了吗? 外籍女子迁离寻亲这个事情之后, 被当地媒体注意到了, 他们纷纷播出了关于梁娇娇的事件, 来扩大宣传规模, 希望能够助他以臂之力。 这一宣传是有效的, 还真的有人过来联系媒体了。 他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就是梁娇娇的母亲, 这个自称是梁娇娇的女人姓黄, 叫黄金华, 他当天看到报道就激动地尖叫起来, 他认为是自己女儿来找自己了。 他难道就是梁娇娇的生母吗? 经过询问, 得到的答案却是不是。 他说他是梁娇娇的养母,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梁娇娇对于这个消息非常震惊, 他从哪里又冒出来这样一个养母呢? 在半信半疑的情况下, 梁娇娇也不愿意放弃希望, 便准备和黄金华见上一面。 他们刚刚一见面, 黄金华就凑上来抱着梁娇娇就开始哭, 情绪非常激动, 那真挚之感情流露出来, 就好像是自己遇到了亲生女儿一样。 梁娇娇有些不知所措, 她总共在中国就待了一年两个月, 其中两个月还是福利院委托唐一中夫妇抚养的, 这个黄金华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据黄金华所说, 梁娇娇从刚出生的时候就被人遗弃了, 是她那时候把她抱回家的。 梁娇娇在她家里待过有一年的时间, 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一些不可抗力因素 导致她不得不与她分离。 黄金华说, 这些事情福利院可能也没跟梁娇娇的加拿大父母说, 所以她不知道这些也是情有可原的。 黄金华这样说, 又有什么证据呢? 口说无凭, 让人怎么能相信呢? 为了验证自己的确抚养过梁娇娇, 黄金华把她带到了自己家里, 她从柜子里拿出一叠衣服, 据她所说是发现梁娇娇的时候, 小孩子身上穿的就是这个衣服。 但是衣服上没有字, 怎么就能证明就是梁娇娇穿的呢? 倘若这些衣服真是梁娇娇的, 那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分别, 还能把衣服保留得这么好? 她对梁娇娇的感情可谓是真挚了。 之后, 黄金华拿出了一张小孩的照片, 梁娇娇一眼认出了照片上的小孩就是自己小时候, 而且, 黄金华还照了不止一张梁娇娇的照片, 在不同时间和地点, 黄金华一家和梁娇娇一起拍了合影, 照片的证据齐全, 梁娇娇震惊之语, 这下对黄金华抚养过她的事实, 深信不疑了。 而更让她感动的是, 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 黄金华惦记了她二十多年, 在梁娇娇跟她说太谢谢你的时候, 黄金华说不用谢是每个母亲应该的, 这种真挚的情感让在场所有人都为止动容, 梁娇娇的身世离奇又曲折, 那么黄金华是否能知道她的父母在哪里吗? 黄金华说自己是在长沙市十一中附近的十字路口 捡到了出生仅47天的梁娇娇的, 而且梁娇娇的名字也是她取的, 她说那天她经过十字路口按了自行车的铃铛, 小娇娇就喊着妈妈, 这引起了她的注意, 而且小娇娇那时候特别可爱, 黄金华虽然刚刚有了一个儿子, 她还是很喜欢这个被遗弃的女孩子, 她愤怒地想到竟然有人抛弃亲生骨肉, 于是她就把她抱回家了, 善良的一家人都非常喜欢这个孩子, 可是后来因为当地居委会的警告, 他们不得不舍弃她, 将她送进了通太阶派出所, 毕竟也是养了一阵子, 多少有些感情, 送走以后黄金华心里头多少有些不快活, 之后的24年里, 电视机上头一直放着她的照片, 似女心切, 她还通过各种渠道找过梁娇娇, 可是都没有消息, 她为了寻找梁娇娇, 哭过无数个夜晚, 后悔过无数次, 这也是为什么黄金华在遇到梁娇娇的时候会那样激动了, 梁娇娇一行人在黄金华家里, 也是得到了一些重要线索, 比如通过梁娇娇小时候穿的衣服里的字条, 得知了她的具体出生年月, 也知道了梁娇娇被捡的地点, 这些具体信息让梁娇娇的身世变得更有针对性了, 那边亲生父母还没有找到, 这边两个养母已经想方设法给梁娇娇做点什么了, 唐一中的妻子怕她冷, 给她买了红棉袄, 他们还为了给梁娇娇接风洗尘, 还专门叫了亲戚朋友来家里大摆宴席, 而黄金华也不例外, 好不容易见到自己女儿, 她每天都过来给她送吃的各种各样湖南特色, 她都乐此不疲给送来, 仿佛是想把这么多年缺失给她的都补上, 她在旁边看着梁娇娇吃饭, 在她心里, 梁娇娇就是她的亲生女儿, 看着女儿吃, 她就觉得开心, 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爱却能永存, 在长沙的这么多天里, 梁娇娇感受到了来自了她在中国的养父母那里的温暖, 中国人骨子里的温良让她十分感动, 她觉得自己这趟寻亲之路, 就算没有找到自己亲生父母, 却也让她感到非常满足了, 在他们待在长沙的第六天, 经过媒体的报告, 有一位张女士联系了梁娇娇的朋友, 这个张女士提供了很多信息, 都和梁娇娇的信息对得上, 莫非她就是娇娇的亲生父母了吗? 周恩泽根据对方提供的字条进行对比, 大概有70%的一个相像程度, 而且南方的妹妹还说梁娇娇, 和他们家的人都有一点相像, 这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情吗? 为了验证结果, 张女士和梁娇娇之后, 一起去了医院做亲子鉴定, 但是结果要第二天才出来, 梁娇娇那时, 正因为学业问题马上要离开了, 为此, 她特意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离开的前一晚, 她买了一套餐具, 并精心地将它们分为了五份, 一份给唐一中家, 一份给黄金华家, 她自己留了一份, 还有两份给了在长沙帮住过她的朋友, 在字条上, 梁娇娇写道, 我希望送这套餐具给你们, 作为分享的象征, 我自己留一个盘子一个碗, 寓意着不管未来距离多远, 都能用同一套餐具吃饭, 一起分享生活, 梁娇娇好好的与自己的养父母做了告别, 他们之间都对彼此依依不舍, 梁娇娇离开了, 在香港继续念书的她之后, 收到了医院方面的鉴定报告, 报告显示, 她与张女士并没有血缘关系, 得到答案的梁娇娇感到一种释然, 她和那两家人未曾有血缘关系, 但是他们却对自己如此细致入微, 这份感动让她感到平静, 爱能让人觉得幸福, 觉得未来之路都变得平坦了, 中国儿童福利与保护政策报告2020称, 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每年大约有10万名儿童被遗弃, 其中大多是残病儿童或女童, 这个数据无疑是惊人的, 梁娇娇的运气不错, 能遇到这些善良的人们, 而那些不幸的孩子又经历了怎么样的命运呢? 希望未来, 男女之间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有个幸福的生活。